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kytopia 其实刚刚主持人已经介绍了 我们主要是想要做娱乐社交 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呢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现在的AI的爆发 第二个是web3大规模应用的需求 第三个就是我们新一代的交互媒体 比如说像苹果的这种头显 所以我们也认为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交范式 这是我们想要做这件事情的目的 然后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结构和目录 首先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目前观察到的几个问题是 web3的娱乐品牌它在流存和转化率上是非常有困难的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PFP 其实它们是能够很快地获取共识 但是它们的使用场景有限 所以很多项目它在上线之后 或者说我的NFT上线之后它就Rug了 或者说它的代币就会 它的价格就会飞速地下跌 第二个是生态的不稳定性 目前来说其实娱乐方向游戏可能是主要的领域 但是基本上所有的GameFi它的经济模型 绝大多数 包括从不管是阿谢包括Stefan到现在 其实都是一个死亡螺旋的模式 更一些小的游戏就更不说了 那最主要的原因除了说它的代币经济和游戏的经济关联的太紧密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内容不足 它所面向的用户是没有办法完全支撑起 或者说推广到Web2的所有的用户 或者说推动大规模的运用 它是没有办法做支撑的 第三个就是缺乏社交性 社交性实际上是我们 留存率和转化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在这里我们提出了我们的解决方案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这几个问题 主要是针对我们前面的几个问题做出的解决方案 第一个是我们为IP赋能 我们希望能够让那些已有的NFT 或者说已有的NFT项目 能够有更好的应用 因为他们可能绝大多数项目是没有比较好的开发能力的 我们希望能够为他们去做一些赋能 让他们可以参与到更多的使用场景中来 第二块是我们的社交 我们会提供一些非常有利于社交的玩法 比如说我们高度竞争的合作型的玩法 第二个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专属的这种社交空间 第三个我们还有一些个性化的交互方式 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引导 或者说我们去探索下一代的这种娱乐社交的这种范式的主要的点 第三点就是我们基于用户的创作 因为如果说缺乏内容的支撑 其实一个项目是很容易会失败的 但是如果想要靠一个项目方来支撑 除非说可能是Web2的大厂 它可能有这样的实力去做这件事情 当然这本身也不符合我们Web3的精神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让社区一起来参与到游戏和内容的创作本身 所以我们也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 包括一些工具 首先我们看第一点就是我们的IP赋能 我们怎么来给IP赋能 第一个就是我们如何把为已有的这种NFT项目 或者说为NFT的持有者 或者说为NFT社区为他们去赋能 我们可以让他们把他们的NFT参与到游戏当中来 第一点就是我们可能要去从2D转化到3D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然目前来说2D转3D其实是AI领域 目前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有挑战的领域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更多地想要去通过服务的方式去提供这项服务 那当然当我们有了3D的模型 我们可以去给它去加入动作 包括给它加入灵魂 这是不管是CHATGPT也好 还是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姿态的这种训练上 其实是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了 那第二块是说我们去在使用场景上 我们希望说这些NFT的持有者 他们的社区可以参与到更多的游戏场景中来 这是我们目前来说已经发布的一些游戏 实际上我们 包括我们目前已经也和一些NFT的社区进行合作 他们实际上可以持有NFT的持有者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当中来 当然他们也可以自己去为自己的社区去创建一个房间 这是我们所谓的Party as a Service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去玩这个游戏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块内容是我们的UGC的生态 那UGC的生态实际上 首先我们本身是一个游戏的系列 我们目前来说已经发布了一款游戏正在公测 大家可以去 后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我们实际上除了这一款游戏以外 我们是以IP的这种形式去持续地创作一个游戏系列 那我们的第一款游戏其实叫派对星球 那它其实我们对标的是这个目前比较火的淡载派对 那我们为用户提供了这个编辑器 用户可以去在里面去制作关卡 然后呢通过我们背后的这个交互的这个基础设施 最后把它连接到我们我们的游戏里面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UGC生态 第三点是我们社交向的 这里其实这几个都是视频 那我这里就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播放一下 对 这个是我们的一些专属的社交空间 没事不能播放也无所谓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实际上是一个GVA的一个生成方式 那我们实际上目前来说通过AI通过文字来生成场景 生成3D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 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 在这个数据是非常匮乏的 那我们目前在这个技术领域的探索是通过程序化生成的方式 那我们先去制定一些规则来生成一些数据 那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为用户生成的一些专属的空间 实际上我们通过我们的这种程序化生成算法 可以很快地为用户生成几千张几万张这样的数据 那同时我们在生成这个数据的同时 我们也会去做标注 当然这是为了服务于我们下一步的这种AI的生成技术 那左上角是我们的个性化的交互 那我们希望说玩家能够有更多的这种个性化的动作 或者是社交的这种交互的方式 那我们通过我们的这种姿态的预估 我们将玩家的一些姿态可以转化成他角色的一些动作 那其实玩家可以在社交场景里面 在我们的虚拟空间里面可以去自由地打招呼 当然是以他们虚拟人的形象 那第三个是我们的一些社交向的玩法 这个我在后面还会再介绍 对 这是我们的第一款产品 实际上我们已经上线了 然后其实这里我给大家有准备了一些时机和我们的这个宣传片 那不能放也没关系 我们后面可以去在网站上去放 然后目前已经上线了 我们目前这个游戏 这是一个派对游戏 它是一个我们是对标的是这个蛋仔派对和马里奥派对的一个结合 我们的差异化主要是在不仅是有这种物理向的这种交互体验 同时还有一些规则向的玩法深度的这个优化 OK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时机 那同样这也是一个时机的展示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后面去下载 然后讲一下我们的一个经济模式 那我们这个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 我们主要是以锦标赛来作为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模式的驱动 那锦标赛的模式 其实说的这个更直观一点可能就叫Win to Earn 就是我们不希望所有的玩家都会去挣钱 我们希望就是说真正想要去玩这个游戏的人 或者真正花了时间去玩这个游戏的人挣钱 那在这个同时我们 因为我们有比较高的可玩性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面向的主要用户更多的是web2的用户 当然我们也鼓励web3的用户参与进来 但是如果你想要去挣钱 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参与游戏 那同时我们围绕着我们的锦标赛 我们会衍生出我们的直播 衍生出我们的这种赞助商 这是我们的整个的一套锦标赛的体系 然后这是我们的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里面相关的 第一个是我们的游戏收入 IP相关的收入 因为我们本身有开发一个游戏系列 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开发第二款游戏了 第一款游戏已经在公测 那我们这个游戏和IP相关的本身的收入 包括NFT的收入 包括我们的IP的一些赋能的费用 这个授权的费用 因为我们还有创作一些动画和漫画 然后另外一边是我们的赋能服务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为更多的NFT的社区赋能 包括我们的UGC的服务 我们希望用户可以更快速更便捷地参与到 这个内容创作当中来 然后这个是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经济流转图 其实对于我们整个项目来说 我们的整个的经济驱动力 其实是我们的create to earn 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UGC的工具 那创作者可以去通过我们UGC工具去和我们团队本身 一起来为我们的游戏去创造关卡 那当然他同时也会参与到这个游戏的收入的收益的分享当中 OK下面是我们的一个路线读 然后目前我们已经在公测了 然后其实整体的流存力还是很好的 然后我们在Q3我们会发布正式版 然后目前来说我们已经支持了Windows Mac这些版本 然后我们7月份就会支持移动端 哦团队团队我这边简道介绍一下 我是这个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和这个联合创始人 然后我是毕业于交大 然后之前主要是在NVIDIA和网易工作 然后我们的主要的核心团队都是来自于网易 对所以包括我们的制作人 也是单在派对的品控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比较多的经验 OK好谢谢大家